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主从昏迷中醒来 看到一脸焦急的四位女儿围在面前 但从此以后 她的人格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开始走入贝德的深渊 那么这四位美女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厄运呢 为了突破前座 本座把前座的继妇继女一对二 换成了本座的亲生妇女一对四 不管是伦理层级还是人物数量 都是往前跨了一大步 每天早中晚各有一个选项 选择你想要去攻略的对象 首先 我必须要说 青春阿普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人物设定 虽然剧本解释是因为交通事故以后的人格转变 翻译过来 就是男主脑子坏了 变成了禽兽父亲 但我还是无法容忍家庭亲情被禽兽欲望的肆意踏见 这也是我非常不爱看鬼妇理犯的原因 而更加令人发指的是 这个男主的手法之凶狠 仿佛女主根本不是自己的家人 而是完全不相关的路人 又冷酷又无耻 所以在二女早的B1里把她小头刀了 惊悚之余也确实罪为应得 而小女儿东的遭遇简直是害人听闻 这是有多变态才会搞出人寿啊 对自己的孩子这么下手 你干的都是人事吗 交通事故咋不直接把你撞死呢 而前作里还挺有趣的 讲故事在本作里不禁反退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 因为女主人物的增加 导致无法整合全盘剧情 而又因为很多场景是共用的 无法体现出不同选择下每个人的情绪变化 举个例子 如果你前一天选择强趴了母女主 趴完以后各种抵抗不满 肩拔弩张 情绪对立 然而你奇怪的会发现 到了第二天大家一起吃早饭 还是其乐融融 打打闹闹 这是因为这一段已经设计好的固定场景 不会根据你以前的作为发生任何修正 所以本作的制作在框架上是非常粗糙的 纯粹用众口鬼畜来卖钱 完全没想好好说故事 这种怪异的出息感自然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 鬼负二我给55分 一个仕途全面升级 但是事与愿违的家庭伦理中口八作 纯爱党绝缘 心理承受能力稍弱 家庭伦理感比较强的朋友也不太能接受 小公司试图靠重口伦理的噱头走捷径能理解 但是光靠堆福利数量 家众鬼畜口味 未免显得用力过猛 简单粗暴 哪怕你好好的说说故事 讲出一个伦理禁断之恋的桥段 我都会给你多加几分 而在大女儿摇的结局里 让大女婿一边撸一边自己玩winplay 实在让人不忍直视 所以关于本作如果你不是有什么奇怪的插批 略过绝不会有什么损失 至于礼藩虽然声名显赫 但是比起你牛爷爷推崇的 梅金泰陈三部曲这种级别的礼藩 质量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追忆往昔倒不是为了后骨勃金 无非越往后精品越稀缺 留下的感叹罢了 往期本频道所有视频评分统计表 在我的通常制定里可以查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